- 深迷不可思的事情 - 深迷不可思的事情 - 深迷不可思的事情 - 今天我们又要来讲讲矛盾大队的精彩过程 - 在约1997年的时候 - 开外的鲜光宝拳 - 这间公司 - 特别重金 - 打造了一个固若金汤的金库 - 这个超级金库耗资8亿 - 他们的目的就是希望很多银行跟他们配合 - 不会被偷的 - 不会被抢的 - 这里非常安全 - 好了 1999年的1月4号 - 当着星光宝拳金库中心的这些人上班的时候 - 可然发现 - 哇 事情大掉了 - 我们这个超级金库里面的钱财 - 全部没了 - 里面放了多少东西 - 我们来盘点一下 - 正面放了223.5公斤的黄金 - 另外呢 - 美金放了124万6712元 - 新台币放了2億6712元 - 那这一批财物呢 - 在当时估计啊 - 约是三千位跟黄金有关啊 - 孟静哥特别详查了一下 - 1999年的时候呢 - 当年国际的黄金价格平均1盎尺是278美金左右 - 当年这批黄金的价值约6400万左右 - 但现在你们知道这个价格是多少吗 - 每盎司1611美金 - 爆涨5.79倍 - 等于是这批黄金现在的价值就有3亿7千万 - 所以呢从现在来看啊 - 这一批超大的金库起案 - 一共损失了至少5亿4千万元 - 这毫无疑问呢 - 这是有史以来台湾最大的金库起案 - 其实呢这个嫌犯很快就锁定了一个人 - 这个人呢就是星光保全中心的副主任 - 他叫做熊耀国 - 为什么锁定他 - 这是因为啊 - 1月10号那时候上班的时候呢 - 是过了元旦廉价的一个假期 - 1月10号大家都要上班 - 但是他没来 - 奇怪了 - 过去他的表现良好都很准时上班 - 怎么这天上班人就消失了呢 - 那更让警方怀疑是他的原因啊 - 还有另外一个 - 就是因为这个金库 - 他的重重障碍 - 要突破非常不容易 - 但熊耀国他呢 - 有特别的权利 - 那这个金库他有怎样的重重障碍呢 - 现在稍微讲一下 - 他至少有四道防护网 - 第一道呢是进入金库前 - 必须通过一个警卫 - 这个警卫会初步的过滤 - 这个人谁进来啊 - 目的干嘛之类的啊 - 之后呢 - 一切OK - 他才会打开金库中心的大门 - 让你进入 - 进入大门后 - 难道就可以直接进出这个 - 黄金的所在区域吗 - NO - 每一个财物的存放地点 - 都是一个小区块 - 要进入这个区块呢 - 必须通过电子门 - 电子门就是第三道防护了 - 而第四道防护网就是呢 - 必须有两个人 - 持有不同的词卡 - 同时感应 - 才能够打开它 - 感应词卡之后呢 - 还必须输入密码 - 哇靠 真的是超级麻烦 - 难怪万命关头都不来台湾拍啊 - 原来是因为台湾的银行啊 - 台湾的金库太难抢了 - 是吧 - 好啦 - 那进出金库如此麻烦 - 但熊耀果他有特权 - 而他又人间消失 - 那当然警方怀疑他啦 - 不过他到底是持有怎样的特权 - 还是要讲一下 - 原来他有一张万用卡 - 重重的障碍你都可以四之五五 - 你可以在那边直接横着走 - 就算你要在那边匍匐前进 - 用滚的用趴的也没人可以拦得住你 - 而后来很快警方 - 因为这个事件很重大 - 马上就展开了调查 - 在调查的过程中发现 - 熊耀的重量两百多公斤 - 而别忘记了 - 还有黄金的重量 - 两百二十四公斤 - 总重加起来 - 快要达五百公斤重 - 一个人怎么可能 - 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- 把这些东西给搬光 - 警方后来整理出了线索 - 当时金库贼王约只有五十分钟的行动时间 - 一个人太难了 - 后来警方赶快锁定熊耀国的周边一切关系 - 果然发现有些人 - 蛮可疑的 - 就像是他的同事 - 金库中心的副主长 - 果然也涉案其中 - 要详查 - 进一步看看 - 到底是谁进出金库的时候 - 却发现 - 关键的监视器画面 - 在这五十分钟左右的时间 - 通通被消失了 - 虽然说这个已经可以锁定熊耀国了 - 但是没有监视器作为一个铁证 - 就没有办法最正确凿的说 - 就是你干的 - 好在重要车道出入口的地方 - 都有监视器 - 而这个监视器画面 - 由另一个单位存放 - 没有被消失 - 从这个车道的监视器画面 - 拍到果然 - 这副组长跟熊耀国一起忙进忙出的 - 他还真的涉嫌其中 - 经过策谎 - 果然他也是共犯之一 - 他就负责消失监视器画面 - 把监视器按了暂停 - 让他不录影 - 现在这五十分钟左右的画面 - 才没有被录下来 - 这下从副组长的口供中得知 - 果然熊耀国是全国的重大要犯 - 马上警方就展开了通缉 - 然后也进行了边境控管 - 因为在警方调查 - 熊耀国的周边关系的时候 - 得知了熊耀国想赶在1月10号之前 - 逃到大陆去 - 这下警方能抓人的时间已经不到五天了 - 警方持续的追砌 - 他们要跟时间赛跑 - 就怕熊耀国用尽各种警方无法抓到的地下手段 - 逃到大陆去 - 警方清查了他的通缘记录法 - 发现熊耀国在作案的三天 - 也就是元旦的这三天 - 他有三通非常可疑的电话 - 然后警方在顺藤摸瓜 - 由这个通缘制度再往上查 - 果然发现 - 他有更多的共犯 - 其中的两个祖先 - 他们已经在1月6号的时候 - 就已经跑到大陆去了 - 这些共犯后续一共清查出有9位 - 那其中一个共犯呢 - 他提供的口供是说 - 他们要租屋 - 诶 这就矛盾了 - 熊耀国另外一个同事 - 跟警方说 - 熊耀国想赶在1月10号之前 - 跑去大陆 - 不过又有共犯说 - 他想要租屋 - 在台湾先避避风头 - 到底他是在国内 - 还是在国外呢 - 警方很快的动用全国 - 能够调查的能量 - 统统一起调查这个案子 - 大案啊 - 没办法的超大案啊 - 台湾有史以来最大的怯案 - 能够不找到人马 - 如果不找到 - 这警方蒙羞啊 - 各位你们知道吗 - 这一调查 - 就是好几年 - 警方从后来 - 多顶后的这个 - 两位逃到大陆的主侠 - 跟台湾的同龄的这个过程中 - 他们窃听到这个电话 - 他们听到了 - 这个主贤呢 - 其他的共犯呢 - 他并不有钱啊 - 那代表当时 - 这些共犯呢 - 很可能都没有拿到大量的账款 - 就很可能只是 - 因为这个案子太大了 - 那个消息还 - 已经杀不到全国各地了 - 大家都知道这个案子很大啊 - 大家都想要知道人是谁啊 - 那就连黑岛都已经发布了通缉令要来抓他们 - 为什么 - 因为他们身上太有钱了 - 大家都想要给你黑吃黑啊 - 所以呢 - 很多人赶快就先落跑 - 也只拿了一点钱 - 那其实啊 - 警方后来在1月4号左右的时候呢 - 就已经从熊耀国他的前妻这边啊 - 尖消失 - 甚至是生是死 - 都不知道 - 他有可能躲在我们国内 - 然后躲个好几个月好几年 - 就是不让你找到 - 他也有可能 - 用了 - 但跟熊耀国在大陆有联系 - 其他的共犯呢 - 也都没有 - 那熊耀国跟他的家人有没有联系 - 也都没有 - 所以熊耀国到底是去了哪里 - 他到底还有没有活着 - 完全就是一个大陆 - 他一点消息都没有 - 所以警方高度怀疑 - 熊耀国真的是被黑吃黑吃掉了 - 诶 - 后来先出有人通报在海边发现了污名师 - 难不成真的应证了警方的推乱 - 熊耀国被吃了 - 警方到场后确认 - 他 - 不是熊耀国 - 不只熊耀国 - 心中成迷 - 生死成迷 - 连 - 他当时A走的那一大批黄金 - 也完全没有任何的踪影 - 在约四年后 - 就是2003年左右 - 有人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线索 - 就是熊耀国当年 - 之前很喜欢去的一个钓虾场 - 那边呢 - 很有可能藏黄金的一个地点 - 很快的警方就去调查了这块地 - 也请来的金属开支专家去查看 - 有没有金属反应 - 你们知道结果怎么样了吗 - 还真有 - 甚至呢有黄金的反应 - 终于 - 我们辛苦的调查还要找到黄金了吗 - 马上调来了两台大型机械开挖 - 挖土机拼命的猛着狂挖 - 弄出了一大堆的大坑 - 黄金找到了吗 - 没有 - 完全没有 - 什么黄金 - 黄土还差不多 - 一堆黄土被挖起来 - 就是没有挖到黄金 - 哇快哭了 - 不仅找不到人 - 账款找不到 - 黄金找不到 - 什么都找不到 - 那最后 - 各位知道结局怎么样吗 - 在2011年的时候 - 终于 - 警方 - 要找到人了吗 - 没有 - 这十年过后 - 检方宣布 - 追溯期已经过了 - 警方 - 检方 - 只能 - 无奈的宣布 - 不起诉熊耀国 - 不追查熊耀国了 - 这一桩 - 台湾有史以来 - 最大的金库 - 窃案 - 正式宣布 - 宣案 - 那熊耀国 - 现在2020年 - 有消息吗 - 他到底在哪里呢 - 他真的 - 挂了吗 - 那一句话 - 是这样说的 - 生要见人 - 死要见识 - 但连个Body - 都没有 - 虽然真的很难说 - 熊耀国 - 他已经刮了 - 那到底 - 最后面黄金在哪 - 人在哪 - 这就留给各位 - 自行的想象了 - 好了 -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了 - 记得订阅 - 模仿的YouTube频道 - 并且打开点铛 - 关键的小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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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铛 - 见了 - See you tomorrow - 拜拜 - Future - 纸圣